老人家我来帮你生火做饭 这里烟大你快到边上去歇歇 别被烟枪到了 运气真不错 一来就看到要找的人 只要跟这位大人无打上线 然后到了京城 谁敢惹我我救命了谁 上辈子也往往不就是凭借着 对这位老爷子的救命之恩 才在京城新贵圈子里站稳脚跟 连上柳圈子里的那些人 都卖他几分面子 这位女同志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趁着没人发现 赶紧离开吧 在屋子里的杜老爷子 跟范老爷子听到动静走出来 各个心生防备 这女人是要做什么 这大白天的 要是被村里人看到了 我们有多少张嘴也说不清了 老人家 这是我今天去镇上国营饭店 买的大肉包子 你们快拿去吃吧 这位女同志 我们怎么能要你的东西 你赶紧拿回去 快点离开这里吧 免得被人发现了 老爷子 我知道我出现在这里太突然了 不过你们放心 我对你们绝对没有任何坏心思 我就是看到你们 我就想起我死去的家人 心里难受 请你们一定要坚强地好好活下去 不要轻易放弃生命 要相信 光明或许会迟到 但一定不会缺席 小姑娘你别难过了 谢谢你能来看我们 但是这东西我们真不能收 你也不想我们犯错误对不对 老人家你就说下吧 我保证今天的事绝对不会说出去半个字 不然就让我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 说完 她不再逗留 匆匆离开了 爱你的东西 你们怎么看 我看那个小姑娘一肚子心眼 这东西还是别吃了 免得出事 这是今年春天新来的知青角钟眼 我听小宁说起过 是个不安分的 的确是个不安分的 就差把包藏货新几个字写在脸上了 一回上工的时候把篮子带上 给村长或是大队长都行 他们会处理 该不会是听到什么风声了 特意过来八戒勤劳的吧 这可是镇上国营饭店的大肉包子 从大青山村走到镇上要将近两个小时 一来一回的 一上午时间就过去了 这么刻意 让人想不防备都难 我的事除了你们只有微微跟霍霄知道 都是不可能乱说的人 他从哪里知道的消息 我没跟小宁说 你怀疑有人给他透了消息 如果这样的话 那这个钟燕的身份就不简单了 晚上去看看三个小家伙吧 吓孩子了 行我跟你一起去 怎么又是你 这次该轮到我了 我上次的时候跟微微说好了 要教他小侄子出心酸 你个奸商 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招呢 吃饭吃饭 把小货送来的野鸡野兔端上来 钟燕以为自己第一次 跟秦老爷子的接触很完美 幻想着今后背靠这棵大树 像夜晚晚上辈子那样 跻身京城顶流圈子 结果下午上宫的时候 就被村长陆明发单独留下了 陆明发递给他一个篮子 正是中午送去棚子里的那个 里面的大肉包一个不少 这个女之精就是个惹是精 才刚下乡过来 就不要脸地跑人家里去 要人两口子离婚不说 整间不好好干活 脑袋里就想歇门邪道 竟然还打上棚子里那些人的主意了 真不知道他这是要闹哪样 钟之精 宁下乡是来支援农村建设的 最好把心思都放在正式上 叠正天不误正夜 棚子那边 今后不准再去 村长我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看他们挺可怜的 然后我就想给他们送点吃的 我真没别的意思 那县宁不是也经常 给那边的人送东西吗 我也想帮帮他们 县宁是帮他爸 你爸也在那边吗 那县宁不是早就跟他爸 断绝关系了吗 我会找县宁谈话 让他今后注意 不准再跟棚子那边的人来往 你今后也一样 村长 这次是我做错了 不关县宁的事 我不会再往那边去了 现在知青典里的知青 也就县宁好说话一些 有个什么事也肯帮把守 要是把县宁也得罪了 那我在知青典的地位就更尴尬了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你去上宫吧 那群蠢货一把年纪了 都不知道小心点 怎么就让村长发现了 活该他们吃苦受罪 晚上 秦老爷子说了钟燕的事 这钟燕的脑子里在了棉花吧 要不就是有重伤后一丈 这智商乔治还没有一开始的时候高呢 我会好好查一查这个钟燕 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很急什么 或嚣张了张嘴没说话 算了 不能说就不要勉强 我不是非要知道是什么事 就是想看看能不能帮上忙 这是说不定你还真能帮上忙 什么事 上次在医院抓到的那两个人 我们从他们嘴里掏出了点东西 那些人之所以会在青山县安插这么多特务 是这里藏着一批重要的东西 什么重要东西 具体是什么不知道那些人也不清楚 而且那个人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知道了这件事 是真是假他自己都不知道 叶维维也努力回想着看过的原书剧情 发现根本就没有有关青山县特务的 更不知道哪里藏着什么重要东西 我该怎么帮你 我就是随口一说 你运气一向好感觉也异于常人 说不定会有所发现 要是你觉察到什么不对劲 一定要告诉我 这个没问题 不过这青山县这么大 你们有没有排查一下 找出几个适合藏东西的地方缩小下范围 总不能跟无头苍蝇似的一气乱找吧 已经在排查了 不过进展很不顺利就是了 今天我接到了小舅舅的电话 小舅舅这几天要过来一趟 他在电话里虽然没说 但我觉得应该是有什么事 小舅舅要来 那我得准备准备收拾出客房来 你还没出月子呢 这些活让妈帮震动就行 哪里就这娇气了 我跟你说 我身体早就回复好了 这点活就别麻烦咱妈了 我生孩子这段时间 他没少跟着操心劳力的 结果把我喂胖了 他瞧着都瘦了 你给他一下生了三个孙子孙女 他就是在忙心里也高兴 一个星期后 小舅舅张场年来了 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两个人 薇薇 这是我一个老友的儿子 楚张 你叫他楚大哥就好 楚大哥好 我是叶薇薇 你好抱歉 你这病要想完全治好了 得花些时间 夜神医 楚少这病真的能治好吗 你这病能治 只不过比我一开始想得要麻烦些 不光要花费些时间 拔毒的时候还少不了要受点罪 你说拔毒 我这是中毒了 之前看过不少医生 都说楚少的的血液病 没有人说这是中毒 我被病痛折磨这么多年 一直以为自己是患上了血液病 没想到这是中毒了 我确定以及肯定是中毒 这种慢性毒应该很不常见 是一种融合毒素 叫食梦香 食就是要在你的饮食中添加 长时间服用 梦就是只服毒24个小时之内 只有接触到另一种毒素 两种毒素融合 才能在你体内慢慢形成这种新毒素 如果只是其中任何一种 都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能下这样的毒 可见那下毒之人 心思不简单 张叔我明白的 叶家妹妹 你说我这病需要多花费些时间 不知道大概要多久 我也好把手里的事安排下去 半个月吧 什么 半个月 最少也得十天 主要是处招你这身体底子太差了 马上就给你拔毒的话 我怕你撑不住 至少也要给你先扎几天针 然后开个食补的方字补点元气回来 不然就算是解了毒 也会元气大伤 还会影响受数 十天 不能再少了 十天 叶家妹妹你误会了 我不是嫌弃治疗的时间长 相反 我是没想到只要十天半个月的 就能治好 这太要我惊讶了 我来这里之前 原本是已经做好了 要在这里长留一段时间的准备的 我这个病被诊断过的一生都下了死亡通牒 最长活不过两年了 你现在说十天 这简直是个天大的惊喜 我说的是给你拔毒 去病根 只要十天半月就够了 但是你这病了这么多年 到底是伤了底子 要想彻底恢复 后面还得吃药条里各一年半载的 这药方开给你 后面五顶多就给你复诊一下 调整下药方剂量什么的就不管了 我明白 我明白 你放心 我肯定遵从一主 不会砸了你神医的招牌 你真正在 holden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